挑战跟小狗玩中迷藏 趁他没有发现 我赶紧走 老灯你要干嘛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怎么还在那看呢 回头了 老灯呢 谁看见我爸 身高一米五 直上二点 长得有点火 又像小老 手狗我傻傻分不清楚 我爸肯定在哪 晚上千万别睡觉 我要给你喂肥料 作为你养我的回报 回家后 今天让人在床上睡 早上那事 扎一笔狗小听见了吗 晚安 这就是我的生活 有点多磨 就像水面上的叶子 不停的漂泊 既然有人问多多 是公的还是母的 这不一眼就能看 我去 算了 我给你整个美少女计划 一步从未嘛 我开始 别怕呀多多 这我理发师莉莉 也剪得贼好 呃 你能帮我俩剪中 那种清澈愚蠢的感觉吗 别说你剪的还真挺好看 但我这个 俗成大人模样 第二步 打造公主房 现在太可爱了吧 你看这小一架 好看 然后你看这小狗窝 这傻味啊 这狗窝多长时间没洗了 大冷天 你这味儿太上头了 就是没啥味儿的 我闻闻 第三步就是选衣服 多多我给你选了一个 又搞笑又严肃的衣服 无法替代 那粉碎处的情怀 粉丝见面会来了 多多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他们一定会对你非常的温 多多你赶紧离他们远一点 你看他听说以前是笔熊 现在被录成这样 让你 你们放开那女孩 天呀 这给你造的 我打破他们走 都对 我们改天一起吃饭吧 要不 我今天就有时间 又不是你俩都有时间 都有啊 都有啊 我真是服了 你请我都是你粉丝 你都有胸 你再等我 哦 好 谢谢 多多呢 哎呦 又开始了 多多我过来救你 有过竞争 有过牺牲 被爱沙旋过程 军犬训练 紧张啥呀 你这走一遍就会了 你咋那么笨呢 这玩意儿我闭眼都能跳过去 狐狸不是腰 那性感不是骚 回家复盘 你说你身手不敏捷吧 只撕这么碎 这小关节肯定也没有问题 天天吃这个软骨醋 这里没有关节黄金三角 预防你的关节不舒服 每天都给你拌奶狗粮 一年就碎 就跟吃软饭似的 哎 咋了 你竟然是个 不睡别人床垫的硬骨头 还是你觉得只有傻子才跳 嗯 道德 第一个出场的是 断断 粉色系搭配堪称完美 南非真钻略显华贵 白粉水晶真会搭配 请评委打分 怎么才九分 不要气馁直接第二套 女佣装扮等你回家 回头一瞥笑颜如花 很多小狗都穿裸里塌 但是我是我 她是她 请评委打分 哎 还是九分 我们冷静分析下原因 你一定要记住 自信才是女孩子最美的武器 你看看你抖的 你是最棒的又拿出所有的自信啊 今天带多多选二胎 为了不让多多孤单 今天打算给她选一只陪伴小猫 第一次试图靠近 我不发挥 你当我做冰包 大战过后 家人们小奶猫是真打不过呀 这一天都做噩梦了 还是带她去看小奶狗吧 真是女明星 每次出门这么多东西 这样一只我可怎么办 还好咱尿它 谁 伏特摩尼欧啊 哇 这里好大 当然了 这里随被装 再养几只都不怕 这车不错 让我开呗 能踩的右门吗 你有车快没车高 除了屁股都是咬的 还要开车 你可得了吧 看那视频吧 它可有意思了 我帮你划过去 你就在这享受吧 跟头脑仓似的 等到地方我叫你啊 这座椅给她输入费的 对对 我们到了 让那些小奶狗颤抖吧 我给你吧 不好意思啊 二胎养不了 那就养二货吧 回家后 你有病吧 他妈的 谁把我头发已经弄到了 你这小表情的啥意思 怎么还有点小惭愧的 不会是你吧 不可能 你这么可爱 温柔善良聪明大方 怎么可能是你呢 对不对 你在舔什么 你的舔不知耻啊 你怎么知道 我保险卡昨天到期 你特意挑 今天都坏的 对不对 是这个爪弄的吧 多多 那我就知道了 那就只能用这只爪 结束我们短暂的缘分咯 这一要多年 妇女关系 多多怎么这么开心呀 现在就差你的新主人 在上面签字了 那多多 我就祝你 虔诚四斤 一片光明 这美女 你信我 你就买这件 你看尺寸不刚刚好吗 又显身材 又瘦肚的 对不对 来我看看大小怎么样 哎呀妈 这尺寸正着还好的 你说 美女 这不就是为你定制的吗 撞了我看看 钱不咋样 哎呀妈 这衣服也太显腿型了 现在多长多直啊 跟连倒是吧 更快的是的 还在说平时健身呢 我咋知道 你看这肚子 鱼人现在有多明显 那附了多少汗水 你老自律了 你得 孩子我跟你说 最主要是啥 最主要是你白 你本来就冷白皮 你穿着衣服更显白 真的你就穿 哪会去穿吧 你就 养殖全网 最粘人的狗是什么体验 这两天总梦到胸口碎大石 直到我装了这个监控器 前边在我脚边 狗狗碎碎 后边也直接压到了胸口上 导致我呼吸急促 手都动了一下 但其实这才是我梦到 胸口碎大石的原因 我没可以 呃 不是我在这拉石 你在这等着吃呢 是不是 不是你还在那上去 你不走是不是 你别不回 你昨晚吃火锅去了 你是不是以为 只有你会捏人呢 咱还给孩子整衣帽了 真的不在我偷吃的 哦对对 宠物博主就知道 在家里拍视频 有本事来海南把我腿吗 和 criticism 你这个人 俗 有本事 我妈在家里没有 都要看见 我妈在家里有本事 就跟我那儿 我后来 对 你东西 我妈在家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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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们要走了 你不说过二十五走吗 他是不是生气了 多多 爸 快走了 你跟多多拍个照片呗 你就这么抱着他别动啊 就跟小孩似的 来 准备好 我抱你也拍一张呗 你可拉倒吧 我都多大了 爸 我们要走了 多多衣服都穿好了 你是不是也舍不得爷爷 照顾好自己 我走了 走了 走了 其实我不洒脱 只是张英雄 我心里就 那么爱你 怎可能一滴泪没有 我说我会再牵手 有很多人的好 怎么能带狗上飞机 跟你坐在一起 马住 马住 开始 看下这个标志了吗 没有错 我们做的是 只有这些城市可以去 我是一二三截图 来 一二三截图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狗 都可以去的 这些狗都去不了 一二三截图 如果这些你都满足了 那你要去准备这些东西 我们以上海为例 首先你得有这个 还有这个 打电话给动物检疫局 告诉他你的喊门号 然后办理后备的 这个检疫证明 搬完以后 给航空公司打电话 他会给你发短信 然后让你上传你的证明 确定午后 就可以预定 宠物进客舱的位置了 注意一架飞机 只能带两只狗 一个人只能带一只 恭喜你快成功了 现在你只需要准备 以下几个东西 首先就是包 尺寸在这截图 然后你需要准备的事 让它变成 压嘴兽的橡胶嘴套 还有一片 忍辱负重的 八度空间纸尿裤 并且还要穿一件衣服 然后就是去缴费 金额在这 工作人员会带我们去安检 然后上飞机 记住只能做最后一排 这三件事绝对不能做 第一给它喂水 第二给它喂饭 第三把飞机窗户打开透气 你一定好奇 在飞机上会哭闹吗 会不信你看 怎么啦 你来了 你来了